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11月23日 星期三 今天的凌晨時分 即23日 有個姓李的男人 44歲 整身酒氣 就在王國彌敦道衛峰中心 即SBIT那裏 對開燈上了一輛的士 他告訴的士哥哥 我去沙基灣太安留 張敬軒那裏 的士沿著東區走廊 差不多到西灣河時 姓周的男司機 就見到乘客睡著了 姓周那位男司機是73歲 叫他起床準備下車 誰知道 這位44歲姓李的男人 整身酒氣了一個 就不滿意被人吵醒 當場就發酒癲 從後就向的士哥哥施閘 的士伯伯 是叔叔 據了解 這個喝醉了的姓李的男人 就扭的士哥哥 的士叔叔的耳朵 還有拍他後裏拍了十幾下 這個七十幾歲的的士司機 哎呀 你會動手動腳 都轉了進去太安街 即是進去太安留的那條街 而且走到西灣可問魚中心 就停下了 其實當時的士哥哥 就覺得很痛 口罩都被人扯掉了 他就和乘客理論了 誰不知 突然間 這位乘客情緒激動 在後座 在後座下車 就想衝上前座那邊 的士哥哥當然是下車 走避吧 他就坐在那邊打 李偉飲醉了的達仁兄 更加一度是用個胸口 什麼啊 胸口頂胸口 什麼啊司機 其實他就坐在司機位上 手上按著他的桌盤 而且就罵人 你不會開 我開 那的士哥哥 無奈 只能夠報警求助 報警求助 說到EU 就想到現場看 在這個走到現場的期間 這位醉酒客 因為可能不知是否上頭 總之走歷發了 就自己打999報警 就說自己被人襲擊 要求警方就派完到場協助 又要求在場的警員出示委任證 和證實他的身份 整件事擾讓了足足過幾小時 警員就經初步調查 就將這個姓李的飲醉酒的男人 就以普通襲擊 擅自取去交通工具 駕駛時沒有有效駕駛執照 還有駕駛時沒有第三者保險 和走後駕駛登 五中罪被人抓了 案件就交去東區警署的刑事調查隊跟進 那的士哥呢 的士哥就頭龍耳朵受傷 但是就由救護車送院至里 據了解 這件事其實 由旺角衛風中心去到西灣河 泰安樓那裡 其實是有200元左右的車費 而涉及這位飲醉的乘客 也是有給的士錢的 那我又不明白了 真是喝大了 真是發神經 無神神 那你到了 我不叫你下車 那不是怎樣呢 不過我覺得最有趣的是 為什麽的士哥去到 即是他可以未到 正常 如果你真的去過 整天睡了 那你的士哥應該是到達 到達他要去的地方 那你就叫到 停了車 你就叫先拍醒他 對不對 為什麽呢 一進到西灣河 你就叫他先 但是你的手不是在開車 那你怎樣 拿口叫 但是喝醉了的人 即是你不用手拍拍 他都應該很難叫衛生 可能會停燈口 會不會 但是為什麽不到才叫他 我明白的 可能是不是 因為我不太熟悉 沙子灣那邊的路 可能他說 轉過燈口就到了 那他就叫醒他 可能在停燈 轉過燈 他就叫醒他 那他就叫醒他 那他就快到了 那都合理的 其實這傢伙又瘋得很雲 即是不喝 但不可能喝那麼多 對不對 除了那條什麼駕駛時 沒有第三支保險 是比較相對 濕碎少少之外 其實其他幾條都煩 又襲擊 又擅自吹加工具 又走到駕駛 又無牌駕駛 還要拍人家的士佬後尾枕 大哥 人家幾十歲 七十幾歲 拍兩拍他暈了 死了 那你怎算 何必呢 好了 以上的內容暫時來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記得按LIKE 看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免費贊助 拜拜 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他做了贊助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發生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用本台這條連結 就是有Discount 希望大家支持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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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